工作人員全部武裝 一一測量旅客的體溫 金門小三通路徑碼頭 滿滿人潮 他們全都是從廈門 搭乘最後一班客船 9號下午抵達金門的民眾 趕回來 不然之後好像看了公告 好像要等4月底才會通船吧 回來台灣比較安全 他們消毒也都很到位 就因為消毒 所以又吃了半個小時才到金門 廈門有沒有很緊張 廈門不會 反而是內地比較緊張 大陸武漢肺炎疫情持續延消 約有80個城市封城 確診人數也持續上升 廣東便為一級流行地區 最新數字確認武漢肺炎病例 全州42人 廈門25人 也讓互通頻繁的金門馬祖 致生險境 避免成為疫情漏洞 陸委會宣布2月10號開始 暫停大小三通 共停掉9條航線 每週將會有386航班停航 一個月下來影響超過12萬名旅客 勢必衝擊金門觀光及當地人民的工作生活 今天的停航 無疑對金門來講是一個非常重大的事件 同時也會對金門各個面向產生巨大的影響 也只有疫情渡過難關 我們才能夠進一步的來探討 整個產業如何來輔導 小三通將來何去何從 要怎麼樣來恢復 這也是小三通自2001年起航以來 繼SARS疫情停航 再度因為傳染疾病 暫停客船往來 而貨船目前照常行駛 防疫如同作戰 金門位於全台第一道防線 關閉重要的海運交通 嚴防疫情持續擴散 東線新聞葉晉雄 許英奇 楊宗彥 金門報導